第三 在我看来 神的慈爱远远大于 他的公义 应该用怎样的方式表达 更清楚明白 清楚和明白 并且还体现出神的公义呢 在我看来 好的方面理解呢 你有独立思考方式 有独立思考好 不好的是 尽量避免在你看来 重要的不是你的看法 重要的是 如何调整你的看法 去正确理解 圣经所启示的公义 到底是什么 当你的看法 和圣经冲突的时候 这个就很危险的建议 很危险的见解 我们做神学 追求的是 心意更新而变化 做神学重点 不是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重点是 如何让我们的想法 去被圣经驯服 当然我们在解 圣经的时候要有理解 这个不同的立场 那你的立场是什么 即便你有你的立场 重点不是主张 你自己读到的看法 重点是如何追求 我的想法是 与圣经一致 大家不是神学家 神学家最大的试探 是总是想提出 自己的看法 最伟大的神学家 是谦卑的 做圣经的学生 如何 无论你用什么 解经的方法论 但是重要的是 发掘 圣经到底在讲什么 现代的学者 骄傲在哪 动不动 总是提出自己 标榜自己 创意性 独创性 这是最恐怖的 即便你有想法 也要追寻历史上的研究 然后圣经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谦卑地从圣经里面学习 发现圣经所教导的 做圣经的学生 千万不要随意地说 我认为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很危险 因为你常常 没有很好的 做查考 就随意地去发表自己的建议 这个是很不可取的 学生时代 这个是很不可取的 一般大学是鼓励人这样讲 勇敢讲 错了没关系 要有自己的想法 这是西方的教训方法 某些方面可取 不要打压个性 很好 但是在做神学的事情 你在谈论神的事情 这个就不要随便讲话 免得讲错得罪神 一般学术和做神学是不一样的 当你在发表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要谨慎地去考虑 上帝的教导是什么 当然圣经里面 有些给我们错觉 好像神的爱更大 前面那些说法 什么咒诅 祝福千代 咒诅三四代 你要搞不好的话 你就以为 上帝的爱大于公义 这个我们在训论里也讲过 在神的属性里面也讲过 不要让上帝 好像 好像 一个人的五官里面 耳朵特别肥大 然后眼睛特别小 上帝的那个属性里面 就失去了均衡 上帝是完全公义的 不会因着他的爱 公义就变小 上帝是完全的爱 完全的公义 但是他福救我们的时候 为了表达的时候 好像爱显得更大 公义显得小 但不是那么回事 免得我们以为公义更大 公义更小 爱更大 那是我们的错觉 上帝对罪绝对不妥协 断不一有罪的唯无罪 这句话你怎么解释 难道你要让上帝的爱 和自己的公义去打仗吗 结果上帝的爱 就胜过了自己的公义 上帝内在人格分裂 矛盾 纠结了半天 最后算了吧 放弃自己的 妥协自己的公义 去实行自己的爱吗 你认为的上帝 真的是这样吗 那个上帝就不是上帝 上帝当他饶恕我们的时候 绝对不是妥协了他的公义 违背他圣洁公义的属性 是因为已经有祭物在那里 所有的公义公平 在基督的牺牲上彰显出来了 同时 在基督的身上也彰显了他的爱 为什么 他悦纳了基督 这是上帝上帝的计划 悦纳了基督里面 那个无限的牺牲 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 公义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为什么 咒诅已经咒诅在基督身上了 上帝的公义和愤怒 没有丝毫的妥协 但是转过来 既然基督替我们做了 上帝的公义 愤怒得到了满足 那么当然就带来了 赦罪 平息 完全的顺从 是为了满足 对律法顺从的要求 上帝 基督完全的牺牲 这个无价值的牺牲 代数 替罪 就是为了平息上帝 得罪上帝的无限的愤怒 所以上帝既然愤怒得到满足 就平息了 很好了 然后那个完全的意义 又归在我们身上 我们不但罪得到了赦免 又被称义 所以接纳我们在神的面前 好像像个完全人 被神接纳 根本跟我们无关 是基督的缘故 所以在基督身上 神的公义和爱都得到了保留 这就是奥秘 在我们里面 这两个种看似冲突的性情 是不可能得到协调的 但是在上帝那里 完全得到保留 所以不要用我们有限的头脑 自以为是的去猜想谁 把上帝搞得好像某个器官肥大 某个器官萎缩 某个属性就萎缩 某个属性就肥大 上帝不存在那种失调 完全的供应 完全的圣洁 理解不了 不要用你的逻辑去试图协调 我已经跟大家教了 为什么听不进去呢 前两天刚讲完的那个神的属性 神的所有的属性都是完全的 完全的公义 完全的圣洁 协调不了就放弃 用信心接受 不要用你有限的哲学的逻辑 那个逻辑本身就是应该被咒诅的 因为有限的嘛 有限的不可能承载无限的 为什么用自己的小聪明去试图去把上帝的伟大 无限去压缩成在你那个可怜的容器里面呢 需要谦卑 不要总揪着你在世俗上学到的那些小学 然后以为很了不起 用这个了不起的东西不肯丢弃 不肯照着那些东西丢弃 然后又要去用这种容器去解释圣经 然后去用这种镜片去看待上帝 这是很恐怖的一种学习神学的方法 所有的异端和新派神学都是 用自己先存在的某种前提去套圣经 结果套出来一些新奇的错误的理论 做圣经的学生 求生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自己的有限 看见自己所学的那些知识里面一些 有限性和错谬 抛弃那些被真理更新 做真理的学生 做圣灵的学生 虚心从圣经里面 看见上帝要让我们所看见的东西 读伯克夫那个书 如果你好好读了 也不会得出这个结论 为什么一面学着神学 又坚持自己那些主张 这就是我们本性里面的骄傲 始终如果你在学神学的时候 总是封着盖子 拿着自己已经有的那种东西 不放的话 就像那个罐头一样 那个瓶子一样漂流瓶 那个盖子封得严严实实的 漂一千年在海洋恩典和真理的海洋里 漂一千年 没有一滴的湿气进入到那瓶子里 你还是你 进神医院之前啥样子 毕业了还啥样子 然后到处拿着你现有的那些东西 去炫耀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改变和成长 所以一定要虚心学习 求圣灵光照自己 求神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上帝当然知道你的心思了 问题是求上帝试炼我 透过试炼让我知道我到底啥样 我才能够悔改嘛 才发现自己的物质丑陋有限 才能够肯放弃自己所教的那些东西嘛 不要以自己什么理科男 艺术艺术家 什么科学家 哲学家 为字句 据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没有什么什么清华的哲学系的高材生 对不对 什么哪个省的这个文科的什么状元 没有那样的人 就不要用那些人都在生的面前没有可以值得骄傲的东西 更何况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就更不要以自以为读了什么书 我在要义里面招的学生里面有一个人自以为自己哲学很有头脑很有天赋 但在我看来跟他谈了几句发现哲学很混乱的 他总夸要我读了这个哲学 可能他看文章看了一些片面的东西碎片 知道了某个名字 就拿这个概念拿那个概念 他就是人没被圣灵光照之前的所有的特征在他身上都有 总是拿那些世俗的一些垃圾厂商的一些零碎的那些烂的 已经这个不全的那些螺丝钉那些部件 然后拿了学药 需要神的恩典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学肯定不具有这种心态 我不认为他是这么什么骄傲 但这种表达本身是很危险的 在我看来 你可以说我认为我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口气很大 所以学生学不要以这样的态度来学 不明白就虚心的学 然后你觉得我有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问 但是在我看来好像已经拿到终极答案一样 但是这种看法又是这么荒谬的错误 所以大家要训练自己的表达 老师是这种大炮型的 这种砍刀型的 五字型的教导 有的时候为了给大家做手术 可能用这种故意的刻意的 这种犀利的方法去做 但是问问题 你要这么问不就找揍吗 对不对 找打吗 肯定要熟识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回过来还说什么呢 就是有想法很好 但是一定要带着谦卑的态度 有想法 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学神学 我们不是在研究神 我们是在跟神学 借着他的恩典和圣灵 圣经或者神学书记学 要有谦卑的态度才可以 不能总动不动 没听懂 没学懂 然后总主张自己的主张 这个是很危险的 学习神学的态度 神学训论的时候 我已经处理这个问题了 结果虚论要不要重修一遍呢